大家好,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現在45歲的前港姐冠軍楊思琦近年來在內地發展事業,雖然工作不算多, 但她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經營自己的短視頻平台。 以前楊思琦都有分享過她的子女的成長點地, 但最近她曬出了一張她女兒楊卓詠和她兒子一起的照片。 在雙眾,兩兄妹身穿迷彩服,示範暴躁。 但是,網友們的關注點是在楊卓詠的外貌上。 她的大女兒眼細細的,臂額頭又闊, 和楊思琦高顏值相比差很遠。 很多網友都猜測大女兒的爸爸應該都不好看。 楊思琦當年在美國生了大女兒之後就一直獨自撫養, 至今都未曝光孩子爸爸是誰,網友都紛紛猜測。 隨著女兒日日長大,她的樣子越來越像楊思琦其中一任前男友。 至於一旁的小兒子,網友們就大讚她,長得好可愛。 還說從小兒子的樣子可以猜到爸爸應該好歲氣。 楊思琦是香港出生的。 小時候她就住在出名的窮人優深水埗大行西新村。 自己家裡生活艱苦都算不到嗎? 但她家裡還有一個欠了很多債的叔叔。 01年,23歲的楊思琦參加了當年的香港小姐選拔。 初選那時楊思琦並不受到別人注目。 畢竟她畢業於中國香港教育學院。 得大專學歷,還是窮人忽出來的。 但隨著比賽進行,觀眾終於見到了有住家姐姐那麼笑容的楊思琦。 她的人氣慢慢地變得高漲。 最後她贏得了冠軍,甚至包覽了六個獎項, 創造了獲獎最多的港姐紀錄。 很快,楊思琦就拿到了屋村港姐的稱號。 不過這個名字好像褒便不一。 楊思琦本人份認良好, 常常都帶著可愛的笑容。 贏得港姐冠軍之後, 她又參加了國際華藥小姐, 賽後就成功簽了入無線。 作為一個話題度很高的港姐冠軍, 她填補了TVB五小花的空缺。 降簽入無線不哀, 楊思琦就開始挑大梁,出演電視劇。 04年,拍戲不夠一年的楊思琦就和蛇絲曼。 郭善妮一起主演了《無名天使3D》, 還拿了萬千聖輝飛躍進步女藝人獎。 那時候的劇情, 楊思琦的戲份最豐富, 出席活動大的珠寶都是最貴的。 很明顯,TVB是力捧她。 之後,楊思琦出演了很多角色, 包括《千方百計》2007年出演了《德維行動》。 如果楊思琦繼續這樣發展, 起碼都不會接不到工作吧。 但是她就是不肯, 偏要和吳如她的男人拍拖。 時光倒流返去2003年。 那時剛開始拍戲的楊思琦在拍攝《血戰軒緣》時, 不慎從馬上跌了下來受傷。 同劇組的男演員李永豪把她背起來就送去醫院。 住院期間,李永豪對她百般照顧, 打動了楊思琦的心。 李永豪是黃金六葉李嘉鼎的兒子。 小時候跟爸爸一起拍戲, 但長大之後只能跑跑籠土。 名氣完全比不上楊思琦。 拍拖沒多久, 楊思琦就搬去了南方家。 和李永豪、她哥哥、父母一起住, 還要事後公婆。 另外,他們住的新房房泰還是她自己還。 因為開支增加, 楊思琦開始參加各種站台活動, 即使被人佔便宜都只能少對。 據傳當時TVB 曾和楊思琦講過, 希望她可以更加注重事業, 和李永豪分手, 或者轉做地下情, 但都被她拒絕了。 無奈之下,TVB只好將她暫時封鎖, 派她去參加內地的舞動旗和張傑一組。 很不容易在香港上過陳志雲的節目, 還被打趣說她是雪藏醉狗的藝人, 要站在中間。 陳志雲在節目上都有點撥過她, 但楊思琦戀愛腦上頭根本不聽。 十一年,已經和李永豪拍拖了九年的楊思琦, 突然間單方面宣布, 分手了,主要是分手時她已經有兩個月新人。 那麼,兒子、爸爸不是李永豪。 李家與楊思琦都爛了面, 開始了馬戰。李家鼎咬定楊思琦不知感恩, 李永豪在她受傷時送她去醫院,是她因人。 李永豪大哥李永漢說楊思琦放公反來給李永豪煮飯給她吃, 寵給她出腳,太寸拔戶。 李永豪本來還沉浸在婚禮的甜蜜準備中, 突然聽到這樣的消息,簡直嚇傻了。 講起這個自稱能通天眼,能看前世的李永豪, 真是讓人提笑皆非。 他見稱自己跟阿嬌是前世夫妻, 夢想著這輩子也能牽手。 李永豪還自稱阿嬌前世老公, 拿著玫瑰花在阿嬌家樓下守候了十幾個小時, 想要以自己作為禮物。 這不是情書,分明是騷擾行為罷。 接著,她還親自寫了劇本送到英皇那邊, 聲稱已經找到贊助,希望跟阿嬌合作主演。 但阿嬌當然不會答應這種荒謬的提議。 再來說說李永豪和楊思琦這對。 楊思琦透露,男友的年薪只有幾萬港幣, 卻對賽車情有獨鍾。 為了不讓男友陷入財務困境, 楊思琦甚至替他償還信用咳欠款。 李永豪對婚姻的看法也頗為隨意, 認為那只是一張紙,對家庭這個詞也不是狠看重。 於是,這對情侶的感情開始出現裂痕。 最終在四月分手,五月楊思琦便有了新歡, 六月則正式公開宣分手。 但李家對此提出了反駁, 他們表示五月份的時候楊思琦還在為李永豪慶生, 而港媒的動作更是迅速。 說出了他孩子的生苦, 竟是內地前跳水運動員吳瑞, 吳瑞退役後投身商界,成為富商。 據說楊思琦的媽媽不看好李永豪, 於是撤合他和吳瑞。 楊思琦則表示,自己當時是為了讓李永豪死心, 才方稱自己懷孕。 但幾個月後,他的肚子越來越大, 證實了先出軌後懷孕的傳言。 楊思琦最後只能前往美國被封頭。 但吳瑞的形象也不盡於人意, 有轉他曾經多次向隊友和學生家獎借錢, 甚至被告上法庭, 而且他在內地還有未婚妻。 最終,楊思琦終於醒悟, 選擇分手並獨自撫養女兒。 他回歸香港後, 向岳二玲尋求機會重返演藝圈。 樂易玲甚至親自去機場接他, 場面頗為隆重。 然而,回歸的路途並不平坦, 曾經的小花旦如今只能擔任配角。 2014年,與無線合約到期後, 他到內地發展,為了撫養孩子, 接受了各種工作, 甚至做起撫啤酒的推銷。 當年楊思琦的生日那晚, 他和鍾佳恩約了劇組同事去ColorOK慶祝。 凌晨時分,他們準備搭的士回酒店, 沒想到卻遇到了一群男子的包圍。 兩人本能地選擇逃跑, 卻意外跑進了一條死胡堂。 幸運的是,地上有個藏身之處。 在經歷了一陣驚恐後, 最終得以安全逃脫。 楊思琦感慨地表示, 這次經歷讓他們的友誼更加勞不可破。 由於當時被無線封口, 這件事直到十年後才被披露。 鍾佳恩說自己沒有被封口, 覺得這件事不算大事。 後來他又說, 可能是對方想找點家報仇。 但搞錯了人, 所以才有了這個插曲。 19年的時候, 楊思琦宣自己又有氣了。 還記得之前有網友在外出陸節目時偶遇他。 那時他小兔子已經幾明顯。 楊思琦在網上發文回應, 講到和圈外老公結了婚。 廣媒就開始四出尋找這位圈外老公。 很快大家就留意到和楊思琦傳過緋聞的婦號。 15年有傳聞說有位高富豪送車送流, 只為得到美人稱奈。 不過楊思琦自己都否認了這個傳聞, 說老公是朋友介紹認識的。 他懷孕造產檢時, 經常都是自己一個去, 老公從來沒出現過。 不久後, 嬰兒出生, 都是跟了媽媽的姓。 這裏其實沒什麼問題, 畢竟跟母姓是完全沒問題的。 嬰兒的接送都是他自己或者父母做。 21年出車禍, 他老公都沒到醫院探望他。 於是就有傳言話, 他老公可能是自己幻想出來的, 或者精神出問題。 另一種說法是, 可能楊思琦的婚姻不是明媒正取, 所以不方便公開。 不知是否想轉移注意力, 剛生完嬰兒的楊思琦就接了個節目, 講到曾經被TVB高層傷害過。 當時他未婚先人, 還跟李詠濠一家牽扯不清, TVB當然要多加考慮。 節目裏面他都沒有透露老公是誰, 後來甚至有傳他老公是虛構人物。 楊思琦自己編造故事, 之前有傳楊思琦第三度有起, 但都是他自己否認了。 到現在為止, 這位老公都未曾出現過。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消失的他, 劇中男主的妻子就是一位戀愛佬。 結局大家都看到了。 楊思琦雖然沒有那麼慘, 但遇到的男人要摸是叫他做保母, 要摸就是欺騙他。 現在這位直接消失, 老婆車禍都不去醫院探望, 都是提醒各位,不要戀愛佬, 真是沒有好結果的。 等到事業和生活被毀的時候, 再後悔就來不及。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